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叫Spectroscopy 另外一类呢 Microscopy 在Spectroscopy里面我们介绍过XPS以及OJ这两类的分析方法 XPS的话呢 应该说我们的Spectroscopy的方法 我们介绍这四大类 SIMS 还有一个Surface Blockment Resonance 这四大类 那这四大类里面它们共同的一个装置上 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Primal Beam 有所谓的Detective Beam或者Secondary Beam 是它们共同的 那当然是不同的方法呢 它的Primal Beam不一样 你要去测的这个Secondary Beam也不一样 我们介绍过XPS 那么它的Primal Beam呢 是Molecromatic 就是单一波长的X-ray Boton 它们测的是打出来的 放出来的云南床它的动能 OJ的话呢 那么它也可以用X-ray 不需要单一波长 用电子数也可以 但是能量要够 有足够能量的电子数也可以 那么当作Primal Beam 它去测的Second Beam也是 打出来或者放出来的 这个电子它的动能 那么这两类方法我们都介绍过了 那么从它的动能 电子动能的设定呢 能够判断XPS比较多了 除了说是什么样的元素之外 Chemical Composition 什么样的元素之外呢 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的知道氧化态 或是旁边间接的环境 OJ它就只能知道什么样的元素 什么样的种类的原子 存在在这个表面 那我们今天 接下来呢 要介绍另外两种方法 一种我们叫做 Secondary Iron Mass Spectrometry 简称Sense 那么我们中文翻译成 二次离子子谱 分析法 那么它的Private Beam呢 就是一个离子 通常就有Argon 跟我们这段题课讲的OJ一样 你要做深度的Depth Profile 深度的分析的时候呢 你除了OJ本身的Private Beam 和电子枪之外呢 你还要有一个Argon 这个树 那么去把表面一层一层打掉 所以你已经知道Argon的离子的话呢 它进来可以把表面的一层东西把它打掉 那我们直接用Argon 当Private Beam 然后打出来的东西 我们再去测 去追踪它 真正它 打出来的是离子了 那我们待会儿再看 那我用的是指朴 所以用指朴分析的 所以这个Second Line 指的说 我测的是打出来的这个离子 然后用Mass来侦测 它可以测表面是什么样的原子 之外呢 如果是整个分子在那边 分子一个打出来的话 它可以知道什么分子 好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方法呢 该做介绍 那这都看过了啊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第三个Sectrosky里面的这个方法 叫Secondary Line Mass Electrometry 简单Sense 那它 因为呢 Private Beam是Argon离子 一般是Argon离子 所以 撞击 你要分析的这个Sample的表面嘛 想知道表面有些什么东西 就直接用Argon离子去撞 撞出来的 这个Second Beam呢 是离子啊 是原子 有的是原子 如果是分子的话呢 就分子离子 那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 当我在美国当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啊 那时候刚出来 所以 我当学生的时候呢 那是很新的技术 就像你现在 那么很新的技术呢 就待会儿介绍 第四个方法 现在还算蛮新的啊 所以这个技术呢 在我那个年代 80年代 1980年代 那很新啊 所以当研究生 那么这个老师呢 就 帮助作业啊 写报告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啊 因为我只不喜欢很多报告去讲这个题目啊 Seminar也是讲这个 报告也写这个 那当初呢 当初来 那总教圣明书的方法 很厉害啊 这个 因为这技术很贵啊 很贵啊 跟欧阶一样 有千万的一些啊 终归跟我一起 可以做什么啊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呢 有一片道法就是 直接的啊 我就要测 香菇啊 这香菇 它这个表面啊 是什么分子啊 他直接把这个香菇呢 就放在这个当作sample 然后 去分析它啊 然后秀出它的植部图说 这上面什么样的分子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啊 因为那个 他画了香菇在那边 好 所以他可以直接测啊 所以他可以测 原子 那么也可以 这个比较重要啊 就是他可以直接测分子啊 分子打出来是离子的话 直接用mess去测 也可以直接测到 这个是OJ XPS测不到的 他们只OJ XPS能测原子 什么样的元素的原子啊 那这个还可以测分子啊 那当然它很贵重的原因呢 是它的detector 是一个mess 高解析度的一个直辅仪 所以它很贵啊 好吧 那有关这个 Segurn RMS Ectometry呢 我想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因为课本对这个方法 它也是非常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那么刚刚同学要知道 有这个技术 然后呢 它的基本的啊 一些 在装备上 或是它的原理上 要知道 这样就可以了 就对各位来讲 那如果说你将来做研究呢 正好做的这个 因为我们在国内也 清华大学啊 因为这个林文健林老师呢 他是国内啊 做这个这样一个飞行技术呢 做的最好的啊 所以将来也说不定 再做哪一位同学啊 你将来的这个研究呢 会用到这样一个方法 那当你要研究这个方法的话 那要学更多了啊 这边指一个基本的介绍而已 好 我们这一张slide啊 就介绍完了 那我这边呢 呃 检测需要应该就是刚刚那张图啊 这个表 然后呢 这个什么啊 paramble beam 测的 second beam 这个这种啊 argan ion 打出来的东西呢 原子 或者是分子的离子 用mash去测 好 好 接下来 这个方法就比较特别了 这是21章 B1 21-1 这个 A-1 那么它也是表面飞行技术啊 但是呢 它去测的 是 跟那个photon的关系啊 前面三个都不是啊 不是测photon 电子 或者是离子啊 那么这个是呢 Surface Photon Spectroscopy Method 那么前面这三个方法 它们 都很贵重 第四个方法也很贵重啊 但前面三个方法呢 它有限制啊 它们共同的限制呢 都是需要在高升空里面 就是你的detector 像XPS OJ 它测的是电子的功能 所以它进了一个高升空的一个电场 Electric field 电场 所以这里面呢 只有你要测的电子在跑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没有其他的例子在里面 没有其他的这个 杂物在里面 有的话呢 你就测不准了 那第三个我们刚刚讲的Sins 要测离子 那刚刚也是一样 我们只希望是离子在你的植物分析里面 好 没有其他的 不存物干扰物的在里面跟它撞 所以它必须要高升空 那么高升空的话 这个技术上比较难 所以它比较贵啊 另外呢 它也限制住说 你的固体 它必须在这个高升空的状态 所以你可不可以测 液体的表面 就是你的固体表面 接触的是农业 可不可以测这样的表面 不可能的啊 因为你的表面必须在一个高升空的状态 所以不可能 所以他刚刚就不可能去测说 你的一个表面 固体表面呢 它接触农业 是这个表面性质 你当扯不到 但是呢 这样一个限制 我们第四个方法呢 就不会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 这个作者呢 很简单的先 只说来啊 这个第四类方法 它的一个 优点 可以算是一个优点 就是它不需要高升空 所以呢 我们可以测 接触农业的一个固体的表面 它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方法在目前是 还算蛮新了啊 旧版是没有的 新的这一版加进来 而且近几年啊 那发展得非常快 我们国内呢 台大医学院 台大医学院 有一个这个研究小组 它就用这样的方法 开发出来 号称是全世界最 最灵敏的啊 这套系统 全世界最灵敏 可以测到最低浓度的 Tancer 只是我们 我们现在国内不讲 这个 生技 生物科技 那么生物科技在国内呢 这个产业并没有那么多了 但这个技术的 这个层面来讲 有几个嘛 一个就是 开发一些这个 生物科技的技术呢 去开发所谓的健康食品 吃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国内做的相当好的 是检验 检验分析了 医院里面 是我们癌症呢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你要早期发现的话 那么你要有一个方法 和技术呢 有这个能力 就当我们的一个人呢 他的身体里面 已经出现了 这样一个不正常的 肿瘤细胞 刚开始的时候 零起 到末期的时候 来不及了嘛 那已经很大了 一摸都摸得到了 那也来不及了 那零起的话就刚刚出来 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办法呢 刚出来这样一个肿瘤 你有办法去 检测到 那这个技术呢 那这个技术呢 在目前很重要的应用领域呢 就是在这个癌症的 这个检测上面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技术呢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名字啊 这个叫做 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表面 终于翻译成 表面垫浆凤震 就直接翻译了 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那我们先看这个整个的 一个仪器啊 它的一个检测啊 就是所谓的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它的一个装置 最基本的 要解释它的工程原理呢 用这张图就可以了啊 那 这是一个玻璃片 这是一片玻璃啊 然后在这表面呢 通常我们是镀一层 这个画得很厚啊 我们镀一层 Metal Thin 这个Metal Thin 这个Metal Thin 镀的这个Fin 红墨 那我们非常非常薄啊 是Micrometer等级啊 非常薄一层 所以玻璃的这个面 我们镀一层金的红墨 然后背面呢 就放一个临近Prison 啊 临近啊 那它这边画的是一个 很多很多 早期的时候就三角临近啊 都很熟悉的 三角形的一个临近啊 这边画的是一个半Cellender 就是半圆柱状的 圆柱缺一半啊 半圆柱状的一个临近啊 啊 这就是整个装置 最重要的啊 一个玻璃表面呢 镀了一层很薄的金的Fin 这边是你的临近啊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光源 雷射光源 那雷射光源很重 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单一波长 对不对 雷射光是单一波长 啊 像这个是 这个是雷射光 这是绿色的啊 平常你看到红色的 那现在 我比较没有蓝色的 就雷射光 单一波长 嗯 然后呢 照进来啊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 这个角度啊 它这边画了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 很重要啊 所以有一个先例的条件是说 你的雷射光 单一波长雷射光呢 它入射的时候 这个角度 要恰当 那么 适当的角度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全反射 这就没有折射的 各位都知道全反射吗 都知道全反射吧 所谓的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全反射啊 全反射啊 就没有这个折射的 没有折射的 好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啊 那 当你 这个是 右边这个呢 是我们测到的一个结果 横度标是所谓的Angle 就是你的入射角 那么它全反射的话 入射角跟那个反射角是一样啊 所以你要 你要改变这个角度 调整这个角度 当在变角度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啊 它的反射 我们这个Detector呢 就测这个反射 全反射的这个 这束光啊 那么它的强度 reflect it the intensity 那你说这很简单嘛 没错啊 所以你测的就是这个全反射 反射 全反射回来的这个 这束光它的强度 重度标 重度标的话呢 就是慢慢改变这个角度 那么当你 这个角度 改变改变 改变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光的强度啊 减弱了 就代表说这个光呢 若射进来的光 那么有很很大一部分呢 应该说有一部分 不在了 所以它减弱了嘛 减弱了 不在了 变小了 所以你的强度呢 忽然呢 在某个角度的时候呢 它就被吸收 下降 然后呢 再过去 它就回到 原来的这个强度 那这个角度 就是所谓的 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angle 就是表面 表面变张共振 这个角度 那 我们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 先要说明一下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到某个角度的时候 这个光呢 变弱了 少了很多啊 那跑到哪里去了啊 好 所以我们下面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 surface placement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听过这个 surface placement吗 有没有听过 表面变张 我以前有没有听过 这几年呢 常常他们同学 我们分析组的研究生 要做书 书报讨论 要做报告 我们分析当中 讲分析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被同学们 拿出来当题目 做报告 这什么东西啊 没听过啊 那我们的 谁开始先介绍 什么叫做surface placement 这个wave就是波嘛 表面 变将 这个wave 那这是他的课本 一个definition 他这个definition 很简要 那也大概可以说明 他的一个特性 首先我们先讲 一个条件就是你 入射的这个 雷射光 它角度 要适当 所以他可以全反射 如果角度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角度很小的时候呢 他可能没有办法全反 就是有部分反射 那有部分呢 折射出去了 穿过去折射掉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 很重要的啊 就是我们的玻璃 跟这个prison 那他的折射率 要大于 大于 这一边的 空气要学 所以他可能在某个角度 之后呢 在我们说全反射的话 一个临界角度之后 大于那个角度之后呢 他的全反射 所以第一个要发生全反射 第二个 对不起 当你这个角度 让这个入射的 维射光 发生全反射 之后 那你看到的 是全反射 刚刚那张图 你看到的全反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边标一个重音啊 Evance Evance 这个wave 那这个重音在第二音节 各位同学啊 这个英文啊 你如果是要念的时候啊 这个重音非常重要 你把重音抓整的话 然后你把一个音节 一个音节念清楚啊 那么大概就可以把这个字 把念说完了 别人听 那儿还知道你在讲什么 如果那重音讲的不对的话 别人听 可能听不懂啊 Evance 这个wave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啊 指的是啊 玻璃跟这个金的 这个界面啊 我们发生全反射 那有一部分的 很少部分的光呢 它会 它会 渗过来 会透过啊 会渗到这个 很薄的这层的 金膜的 里面去啊 那 那个光 我们叫做Evance's Way 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 当然是测 也是测这个 全反射的 这个光啊 光的强度 那 你少掉的 在一个适当角度呢 会有吸收 这个 这个光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 你要去看啊 这个Evance's 就是 透过 渗到 穿透到这个 金膜 这里面 这个巨连短了啊 巨连短 那一部分的光 那么 那么 它如果在某个 适当角度的时候呢 那一部分光 它就会被吸收掉 吸收掉 那么所以呢 你的反射光就 减少了 因为有一部分光呢 被吸收掉啊 OK 那么你如果了解了啊 这个Evance's Way 指的是啊 这个弱射光啊 有一部分 会渗进完啊 渗到你的金膜里面 然后呢 在这个全反射 你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 你再看这个所谓的 Surface Placement Wave 它这个定义呢 就有意义了 就是说刚刚你的 弱射的这个光啊 指的是这个 渗进完了 Evance's的这个光 它呢 它呢 能够跟你的 金啊 这个金嘛 金膜里面的电子呢 能够发生 正好 正好 所谓的共振 就是说 可以被它吸收的话 那吸收的这个 这个 Foton呢 可以被这个电子 吸收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 所谓的Surface 在表面呢 产生电磁波 那么这个电磁波呢 就是所谓的 Surface Glassman Wave OK 也就是说 你 若射光 这是雷射光 它在 只有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 那 渗进去的这个光呢 它可以正好 可以被你的金膜 里面的电子吸收 而产生 所谓的Surface Placement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被吸收 所以它产生这样的Surface Placement 那 那 反过来讲 在其他角度的话 它虽然也可以渗进来 它 没有产生这个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的话 它没有吸收 没有吸收呢 光的强度没有改变 就在某一个特殊的角度 我们看第四点 就在某个特殊的角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发生了 就是你进来的这个 渗进来的光呢 可以被金膜吸收的话 那么可以产生Surface Placement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 这个光就被吸收了 所以你的全反射 增测到的这个光的强度呢 就会 被吸收了 所以降低很多 所以这个角度 我们就叫做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Angle 你要去测的就是 在哪个角度发生 这个现象 哪个角度发生这个现象 那这样一个原理同学 所以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的课本 这个作者 就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新的方法 它是用叙述的 我全部都是文字叙述 只有一个图告诉你 庄子是这样的 那有没有公式 他没有放公式 是有公式的 公式里面 就跟你的折射率有关系 跟你的角度有关系 那我想我们这边 都记转这个公式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一个叙述的方式 来解释 我讲的这边同学 没问题啊 我现在这个 带他这个 他可以认识的话 我们的带生目标 到底在什么位 很好 很好 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还没有讲 很好 你带生目标 放在哪里 我们下面就要讲 我先讲这个 讲到这边 所谓的 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这个现象 同学 可以了解 这个angle 在某一个angle 它会吸收 所以你会加一个信号 这个东西 你了解之后 接下来就看 你在分析的时候 怎么去应用它 应用它 好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 特性讲出来 那它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它是非常灵敏 就是说 你的分析放在哪里 这个 问题非常好 是余有宣示 很好的问题 不怕小朋友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分析物放在这个筋膜 做的一层筋膜 对不对 我的分析物放在筋膜的这一边 表面了 就是 暴露在空气 和暴露在水里面 接触了 空气水 所以这个面 你的分析物在这个面上 那我们就举这个 举这个 刚刚讲的 比如说 乳癌 这个女同学 就会比较开心 不说男同学就 没有机会 男生发生乳癌的 几乎还是有 那几率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还是有案例 那女同学 就比较多一点 女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这个乳癌 大肠癌等等 那么怎么去早期去发现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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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就一件血吧 那他们大家已经知道 说这个 如果说 一个 一个病患 那么如果他的身体里面呢 有乳癌的 细胞的话 身体里面长的乳癌 那在他血液里面 就会出现 某一种 或者某两种 特别的蛋白质 所以这个蛋白质呢 正常人 就是没有乳癌的时候 不会有 但有乳癌的时候呢 就会有 那这个有特性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早期的去 侦测这个人没有乳癌的话 那你就去测他的血 血里面呢 有没有这一种乳癌 对不起 这个蛋白质 那这种蛋白质 我们就知道 有这样特异性的 乳癌 有乳癌的话呢 你学里面 就有这种蛋白质 我们就叫乳癌的 Marker 通声就叫做BioMarker 就是指标了 乳癌的Marker 就是某一种蛋白质 那目前已经吃了很多了 这个乳癌 它的Marker是哪一个蛋白质 大肠癌是哪一种蛋白质 那 主攻颈癌是哪一种 这个我们在国内研究的 其实蛮多了 现在只有 还有些问题就是说 这个蛋白质出现 有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乳癌 也有可能是大肠癌 你不想吃哪一个癌 它都是癌 但是不知道是 乳癌也会出现 大肠癌也会出现 同一种 这个Marker 就同一种蛋白质 我们现在就讲 假设 一个理想的 乳癌呢 它有一个 这个 肿瘤细胞的话 它的血液 这个病人的血液里面 就有某一种蛋白质 在这边我们用这个三角形 蓝色三角形 代表这样 这样一个特异的蛋白质 那你现在去测 就是有没有办法 去测到这个蛋白质 蚕血 没问题吗 血液里面的东西很多很多 那这种蛋白质 你可不可以测到 那方法很多吧 那常用的方法 我们是用 在生化上面 就你的分析物 是这样一个特别的蛋白质 那你可以去 去产生它所谓的抗体 就把它当作一个抗原 entery 用它呢 去产生所谓的抗体 那我不晓得 我们跨学系同学 知道抗原抗体吧 知道了吗 那抗原抗体呢 是非常specific 就是抓医性非常高的这个百例 所以 假如说 我知道这个蛋白质 那我可以 制造出来它的抗体 它对它的 那我就可以呢 在我的 刚才的 这个筋膜 这个筋膜 灰色的代表这个筋膜 在我筋膜的这个表面呢 先接上 你的antibody 接上这个专一性的antibody 接好 接好之后呢 接在这边呢 然后 你就先测一下 在这种状况 只有我antibody在的时候 我发生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angle在哪里 在哪里 这个角是几度 比如说 40度 好 你就知道 只有antibody在的时候 那么它 发生 surface placement resonance 角度呢 40度 接下来呢 那就把你要测的这个 血液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乳癌 你把这个血液呢 就点上来 加在这个表面 啊 点上去 那如果有的话 那它接上来 有的话呢 只有那个乳癌的那个蛋白质啊 它会接在这个antibody上面 其他的蛋白质很多啊 不是跟他没有 没有关系的 都不会接啊 所以说 假如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他血液里面 不会有这个蛋白质 你点上去 他血液上去 点完之后呢 让它这个平一段时间啊 把它洗掉 然后你再去测 再去测这个啊 用这个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这个技术再去测 你看一下这个angle 如果正常人的话呢 是没有东西这样去 你测的结果 还是40度 这表示这个人 血液里面呢 应该没有啊 没有这个 乳癌的这个 marker 就是那个蛋白质啊 反过来 如果说 有的话 很不信啊 这个人正好是 有的话呢 那他就 血液里面就有那种蛋白质啊 那他就会接上去 接上去的话 接上去的话 那你的表面呢 原来只有 antibody 你现在接上了这个 就你的蛋白质啊 那现在只画一个 那当然很多了啊 那么这个是表面的性质 有没有改变了 有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你在用 这个技术去测的话 你这个角度就会shift 不管它shift 这边左边右边 这原来是 如果现在就不同 它一定会改变啊 所以 有没有改变 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这个血液里面呢 有没有这个 埋自于啊 乳癌这个 肿瘤的啊 这样一个蛋白质啊 可以告诉你 有没有乳癌啊 这样一个肿瘤在你身体里面啊 所以这是啊 目前啊 在做筛 这方面筛选啊 大概用的一个技术啊 都是用这样一个 有专一特性的 专一反应的 NiGNiBody的方式来吃吧 那么我们在后面 这个技术都一样啊 其实你的设计的技术都一样 应该说设计的这个方式都一样 但怎么去侦测 它接还是没有接啊 有电话学的 有这个云光的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个是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你可以看到有接 然后那个角度就不一样 那这个方法 号称啊 是最灵敏的 因为你后面 我会介绍 电话学的啦 云光的啦 这基本的反应度一样啊 都是先接上去的 有还没有嘛 你都知道 但它接上去了 那你怎么知道它接上去了 你有办法能够判定 有没有接上去 这个呢 它是靠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这个角度嘛 其他的话就要看 有没有电话反应 你要另外设计 这样子 就可以拿了 那个余偶先 放哪里 做什么用啊 那最重要就是说 它这个方法 它强调呢 是灵敏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只要很少量的蛋白质 出现在血里面 它接上去了 你都可以测到 电话学 荧光可能测不到 它就可以测到 所以它可以 非常灵敏的 这样一个技术呢 可以很早期的 去发现 你是灵气的时候 它可能就可以测到 这里有没有 所以这个技术 目前呢 是很重要 是用在 当做一个Biosensor 就是生物感测器 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 就是说 你要去 这样一个技术 一个工具呢 它可以直接去测 你的血 点上去 就可以告诉你 你是要测 这个乳癌的话 你可以告诉你 你有没有乳癌 但如果你放上去的 Anibody呢 是大传癌的 这个 对应的 Anibody的话 那你可以设大传癌 所以这个可以 看你接什么样的Anibody 可以去找 你的对象 所以目前这个应用 是非常重要的应用 在国内呢 台大学 我知道 那么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非常的成功 号称全世界最灵敏的 好 好 突然现在没问题 如果他只有在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才会有吸收 对 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色角度 就是要有一个公尺给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讲的公尺 所以我们现在只告诉你 是有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叙述的方式 那这样的确实方式 我想应该可以带你了解 整个方法的一个大概的原理应该可以了解吧 好 我没有再进一步去讲公尺 讲公尺 有讲角度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同学们 其他问题 这个是很新的技术 但是 目前的应用已经相当的广泛了 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不晓得 有没有这个 对 我在那个 没有放好 没有放那个 这是我在网站上面去查的 你刚刚去 你把这个T-word 就是 Service, Personal, Residence 放进去 你查 哇 一大堆 那么当然有的介绍很好 有的介绍呢 这个不是那么好 那我是找到这一篇了 我觉得 还算是 就是 纯粹它没有任何图的 纯粹就文字叙述 所以用一个文字的叙述呢 能把一件事情讲的还算清楚 我觉得这一篇是很不错的一篇 好 接下来 你们作业 这还没有 我想你们都应该还没有考试嘛 刚才写第三周 还没有考试嘛 所以我们出了一个作业给同学 那么这个作业呢 就叫Self-Assembled Monolayer 简称SAM 那为什么要出作业 那么有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目的呢 我们在后面 就我们这一章里面 其实包括了刚刚讲的那个 antibody怎么接 怎么把antibody接到 接到表面 那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 那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后面 这一章后面呢 也会提到这个方法 但是它用很简单的方法介绍 那么所以我希望同学自己呢 先去查一下 什么叫做Self-Assembled Monolayer 那当然的 你们现在来讲是太方便了 把这个keyword放上去 我相信也是 一大堆 那请你不要从一大堆里面 说哦 这篇不错 就把它印出来 当报告交出来 我希望你呢 能够自己 不管你知道从哪里来 先看一看 然后整理一下 用你的话 来介绍 什么叫做Self-Assembled Monolayer 好 好不好 只不要用别人写的 是人工不动的 把它剪下来 贴过来 这是很不好的 希望你自己去参考 然后呢 整理说完 跟着你自己的话呢 来写一遍 那希望你能附一些图啊 表啊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要讲的事情啊 纯粹文字叙述 其实蛮难讲清楚的 如果有适当的图 表 来帮助你 那你可能 可以少写几句话 能把一件事情 就能够讲清楚啊 那另外一件事情 应该说另外一个目的啊 这文字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啊 嗯 嗯 我再来这边 我来找一下 这个字那么小 啊这边 好这是去年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个商业收看 那他有一篇 他是每个礼拜一本 那有一期呢 他的主题就讲 越写越聪明 越写越聪明 去年四月份 那一期 强调就是说 你的文字的表达能力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去组织 你的文字 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这边写 它这个重点 写作可以活化大脑 逻辑力 创造力 思考力 跟着就来了 那 各位看一下 哈佛大选 新鲜的就是大一的 今年要写十篇 十三篇报告 报告 都不像你们 你们 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课要写报告 那个不算 那也算报告 不是 不是叫你写论文 写文章 这个报告是叫你 就像我们 这个 Self-Assemble 这个MontorLate 那我们这个报告很小 一到两个页 他这个报告 可能要十页 几千字 上万字 要写很多报告 那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当学生的时候呢 这个 在美国念书 当研究生的时候 我修了一半高等无极课 每个礼拜都是作业 有三个老师叫 每个老师 最终也不一样 那有一个老师呢 每天都完了 小卡片 那时候没有电脑 小卡片 上面就是一个反应式 就是反应名称 或者是人民 或者说是这个是 一个化合物名称 就给你了 然后下节课 你就要交上来 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在哪里 他什么贡献 这个化合物是什么化合物 有什么特性等等的 拿到那个卡片 等两天就要交作业了 那两个晚上很难过 我们所有修课的同学 大家都在图书馆 我记得有一个作业很难 我们是通宵在那边查 把那个作业写完 所以这个作业很多 那些当年研究生的只有很多 那当作业很多 老师很辛苦 我们写出来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也要去查 OK 这很重要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总经理呢 他在跳那个主管 看他的email 谁写的比较好啊 文章 然后这个简报 做得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写作 就是你的作业 希望你自己写 不要说把别人拿来 就贴上来 当作你的作业 那对你来讲 当然看过 有收获 但你不要去写 这个作业希望你自己去写 自己去写 这句写 去年自己 要求自己 那希望你能够 录一些图文 帮忙你的说明 那写到什么样程度 认为是好的呢 因为这没有什么标准 那通常我给同学讲 就你的这个报道 交给徐迪开 徐迪开不知道是什么 把你报道拿来看完了 他对这个事情 有个清楚的了解 那你的作业就很成功了 写得很好 如果写完给他看 看完就 学长不知道看不懂 但你的报道是不好 OK 那另外呢 你的reference 就是我们这个 你不会无中生有 一定去查 你的资料 你的来人 一定要列上去 那其中呢 我强调 这个希望知道一本书 我希望你同学 去图书馆 各都去过图书馆 化学 化学心态成本 去过 而查过化学相关的书 很好 去查一下 书的后面 查这个 查这个字 就是index 去查一下 那 在网络上很多资料 不见得很正确 比较很好 查书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境 不像至少去查一本书 然后再配合 不管你其他的资料 都拿来看 至少查一本书 然后把这些书呢 跟你的reference 要列下来 那书本的写法 不能乱写 很多人有一定的规本 作者在前面 书里 然后第几版 作版社 哪一年 你们查到的是 哪一页到哪一页 你知道一本书 给我玩 我去查 要列出来 你参考的是哪一页到哪一页 或是那个chapter 就把它列出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reference 还算完整一个reference 要不要写一本书的名字 作者不知道谁 我不敢去买 我去买 如果礼拜师不是在 那我是回来说在那个 重做教 是下一个课教 下一个课教 不要写太多 两页 我去买 去买 Ankara 前二人 上一次